剧本杀社交效果超狼人杀 有玩家忠诚眷属 店家门槛低成本高 最赚钱的反而是中小店铺 规模大的店家涉足发行 最怕买本买到坑 知名网文作者跨行写剧本 唐探三和王者荣耀等知名IP一入局 召集5名以上玩家 便可以开始一局剧本杀游戏 当DM主持人宣布游戏开始之前 玩家的关系可能是朋友或陌生人 但当游戏开始后 玩家之间的角色可能是恋人 可能是父子 甚至可能是仇人 随着剧情的深入 一场剧本杀下来 原本的朋友关系会加深 原本的陌生人则可能成为朋友 甚至进一步发展为恋人 据央视报道 2019年 我国剧本杀行业规模 已经突破100亿元 而2020年 即便是在疫情的影响下 新玩家依然大量涌入剧本杀市场 剧本杀新店 在全国各地的开设速度有增无减 而一款火爆的剧本杀作品 则有可能给作者核发行带来 超过百万元的收入 2月1日至23日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采访剧本杀产业链各方 唯独者解答剧本杀的起源与发展史 它在年轻人之间流行的密码 以及它向影视、游戏等行业破圈的可能性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 随着剧本杀的火爆 一些火爆的剧本杀作品 甚至受到了投资方的青睐 1月15日 北京超自然力量文化转播 有限公司宣布即将开发 年轮 呈现为网络互动剧 此外 也有越来越多IP方开始主动 与剧本杀合作 如唐人接探案3 设立了以其为背景的剧本杀 《王者荣耀》官方1月31日 在官网宣布与发行方探案笔记合作 推出了《王者荣耀》IP剧本杀 玩家将以《王者荣耀》英雄角色 带入剧本 进行剧本杀演绎 《王者荣耀》英雄